怎么讲优雅 你很难去这样穿着优雅 沿途优雅 那都是因为人生的经历 你上学学的东西 你人生碰到的错 你追梦的成功 与否都代表了 你面对人生的一种安定 所以当你越碰到越多的体验的时候 感触越多的时候 你对待多少的人啊 就有另外一个表现 我觉得那种会慢慢散发出来的那种优雅 抖晕 感谢观看